我是丁慧美 我走了一条不一样的道路 我成功地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也改变了我自己的人生 大家晚安 这张照片是我结婚时候的照片 旁边那位是我的母亲 她在九个月前 她的脑血管大面积的阻塞 当时医生告诉我们说 妈妈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可能导致日后的瘫痪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 经过这段时间众人的努力 我的母亲现在已经能够拿着拐杖 慢慢地走路 当时我就在想 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二十年前 那个时候的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 我在幼稚园工作 工作忙碌 但是我并没有很好的经济状况 更重要的是 我并没有任何可以好好照顾 母亲的健康知识 还好透过这个事业的成功 让我有能力可以跟我的胸嫂 还有我的弟弟跟弟媳 共同分担 照顾我母亲的责任 我们现在可以给她好的医疗 陪她去做复健 带着她去按摩 帮她洗澡 做饭给她吃 陪她聊天 其实有时候我看到我妈 偶尔露出的一点微笑 都让我觉得内心非常的满足跟开心 还好我当时有选择了安利这个事业 现在的我也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照片中有我的公公婆婆 我的先生还有我两个孩子 现在我们可以提供给家庭更好的保障 那么呢这张照片是我的公公 跟我的小儿子第一次搭飞机 大家有看到吗 其实我公公的表情 跟我的儿子是一样的开心跟兴奋 他们是在候机室等待着这个飞机 那我记得这一次的这个旅游 是安利公司招待的到新加坡 当时是住在金沙酒店 那么呢我们也会安排自己的家庭旅游 我记得这一次是到日本的北海道 通常到日本北海道 年轻人都会选择冬天去 因为去滑雪 其实北海道的夏天是更漂亮 而它的气候非常的好 非常适合老人家来旅游 那当然这一次也是我的妈妈 我的婆婆第一次出国去旅行 我们也会安排带着我们的孩子 我觉得我的孩子 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中成长 有一年我们的旅游是到中国 其实要参观两个孩子很期待的景点 我自己也非常期待 一个就是故宫 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紫禁城 一个是万里长城 常常在我们的电视跟电影中看到 可是真的没有亲自造访过 那么我记得那一年回来不久之后 有一次我的读高中的大儿子 他回来就跟我说 妈妈我跟你讲一件事 我这一次的作文题目 老师给我的一个满分 我说哇塞你这么厉害 那题目是什么 他跟我说题目叫不易快摘 我心里想好像不是很容易写 结果他告诉我 他写的就是当时在爬长城的时候 他那一种攻顶愉快的这种心情 我跟我的先生这二十多年来 我们共同经营这个事业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所以其实我们彼此非常的了解 我们的感情我感觉到是比以前来得更好 往往我们送完两个孩子上学之后 回到家里 我常常会爬到沙发上面 然后我就跳到他的背上 我就要求他背着我在家里走一走 那其实每当我在 就是他背着我在家里走的时候 我内心都有一种非常幸福的感觉 那么因为我每一个月都会到台南 经营这个事业两天的时间 我的先生他担心我可能没有办法 从桃园开车到台南 那往往他就会开着车载着我 他会把车开到台中的高铁站 系好车子之后呢 我们就会搭乘不同的列车 他北上桃园 我南下台南 我们常常会在月台上 遥望彼此 其实我有时候就在想 这个不是很像现在的偶像剧吗 那我们就一直上演这个偶像剧的这个戏嘛 虽然我们已经可能超过偶像剧 有二十几岁的年龄了 我想大家看到这里一定会知道 我现在的家庭生活是非常的幸福的 但是我童年时候的梦想 其实我最想成为的是孤儿院的孤儿 因为从小 其实家庭带给我一个莫大的压力 我的父亲在我小时候 因为他的工作跟生活的不如意 所以他选择酗酒 每当爸爸白天做工回来 晚上吃完晚餐的时候 如果那一天晚上他很顺利的离开了餐桌 其实那个晚上我会非常的开心 因为我就知道今天晚上我可以好好的睡觉 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那如果爸爸没有离开餐桌 他一定是拿起酒杯开始喝酒 这个时候当然我的心就会随着他不断的喝酒 越来越害怕 因为这个晚上全家没有一个人可以睡觉 当然最可怜的就是我的母亲 图片中就是我的母亲 那我们家有四个孩子 这样子的生活一直到了我国中的时候 我的父亲往生了 虽然结束了有一点可怕的一种生活方式 但是从那一刻开始 也代表我的母亲必须独立抚养四个孩子成长 当时我最小的弟弟从幼稚园毕业 我们家有两个小孩念小学 我跟我的哥哥是念国中 随着我的年纪慢慢的长大 我们一个一个长大了 但是我的母亲的健康状况 却是每一年每一年的越来越糟糕 所以其实我成长之后 我的压力是对我母亲健康状况非常深度的担忧 这样子的生活一直到了陈泽 当时是我的男朋友 他接触了安利这个事业 他把这个事业分享了给了我 他带我进了安利的教室 当我看到安利教室上 台上的成功者尤其是老师跟师母 在分享他们的家庭如何幸福 他们的人生的成就 他们生命的意义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想着是我的母亲 我会我心里想着说 为什么两样 两个人努力在不同的事业当中 我的母亲为了养育四个孩子 她那么样子的辛苦 但是台上老师的师母 他们选择了不一样努力的机会 他们的富有程度是千万倍于我的母亲 他们的健康 他们的想法 他们的一切都远远超过了我的母亲 那个时候我心里想 我的母亲在之前她没有机会选择 她没有机会遇到一个更好 更理想的事业机会 但是今天我有 而且我遇到了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选择过不一样的生活 师母说 今天的生活是三年前的决定 三年后的生活 今天可以决定 我当下我已经决定 要改变我三年后 三十年后 甚至于我一生的人生 但是其实当时的我 并没有任何成功者的条件 我从小就非常的胆小 我沉默寡言 我没有什么样子的朋友 所以经营这个事业来说 我真的可以说是没有条件 但是老师说 如果今天一个行业 有一个杰出的成功者 愿意教你 而你肯很认真的学 学了之后 还愿意出去练习 那么有朝一日 你也可以成为 一个成功的杰出者 老师举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让我立刻就明了了 他说 如果今天有一个很会做菜的大厨 他要教你做菜 你很认真的跟他学做菜 回去之后很认真的练习 有一天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厨师 我懂了 所以我知道 改变我的生命 我要从学习开始 我住在桃园 我每一个礼拜 到台中去上课 风雨无阻 即便后来我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 我也结婚了 我记得当我要生我老大的时候 我跟林口长根的医生约好 下午四点钟要进医院 那么我到中午之前 我都还是留在台中的教室学习 因为我太渴望要成功了 学习之后呢还不够 老师说要透过练习 所以每一次我把所学的东西 我会在我搭火车的时候 我就会认真的去背诵 今天台上成功者所讲的故事 他所说的话 甚至于产品的专业诗志 其实我常常到我的对方家的时候 因为我真的是不太会讲话的 那么我必须要很努力的去记 我昨天或是我这个礼拜所学的内容 我会背诵我所记的内容 来分享给我的对象 常常我只有十分钟 有时候甚至于是五分钟 我就把我想讲的话 全部都讲完了 那么当然当时会有点窘境 因为可能静默了几秒钟之后 我就会离开现场 但是我后来我想想 也许就是因为那么短暂的时间 我没有耽误别人任何的时间 那短暂的停留可能十分钟 但是我觉得那十分钟的话语 可能带给他一些的帮助 所以慢慢的 我发现我的朋友越来越喜欢我 其实我的安利师也就这样 点点滴滴的建立的起来 那么更进一步 我想要更来锻炼我自己 所以我要求我自己 每天在我的必要工作结束之后 我要去认识三个陌生的朋友 我要告诉他们我在进行安利事业 因为我想要试着 能够跟别人对谈 能够流利一点 我想要试着能够回答 所有人问我的问题 我更想要的是 我想要认识更多的朋友 我想要展开我的这个事业 常常有人问我说 那你有没有觉得很挫折的时候 其实对我来说 从小家庭 我的成长对我来说 就是一连串的挫折跟挑战 当我长大之后 在工作上 即便是一个小小幼教老师 如果想要更好 也必须要接受一些挫折与挑战 所以当我决定进行安利事业的时候 我当然能够知道 我必须要面对挫折跟挑战 当有时候工作回来 可能我很沮丧 我也会流眼泪 但是每当我在流眼泪 我在哭泣的时候 我常常看着我房间墙上的时钟 我会告诉我自己说 丁惠美 十分钟给你难过 十分钟结束之后 你要去想 要去做 对明天 对成功 有帮助的事情 其实 印象中 比较深刻的一次记忆是 有一次我骑着摩托车 到石门水库的山区 去分享安利这个事业 那么当然那一天 那一场是没有任何的收获 我离开的时候 正好下起了这个山区的大雷雨 我穿上我的雨衣 跟对方借了两个大的塑胶袋 我把我带去做示范的产品 把它包装好 资料包装好 当我骑车在山区的时候 雨打在我的身上 真的非常的痛 我的心也很痛 那一天我记得 我也哭得蛮大声的 但是没有人听见 因为雨下的更大声 但是我记得 当我骑了一段路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汗水跟泪水都不会白流 我一定要成功 在这一路上 我自己觉得 我对成功有一个很强大的信念 即便之前 我没有任何的生意机会 但是当我接触了 安利这个事业之后 我就非常的肯定 我一定能够成功 因为在这个事业上 只有发生两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不可能成功了 第一件事情 就是再也没有人 要跟我买安利产品 所以我不会有业绩 所以当然我不会成功 第二件事情是 再也没有人 要跟我进行安利这个事业 所以我不会有直销商 我不会有网路 所以我也不会成功 但是我觉得 这两件事情 是不会发生的 除非我停止了这个事业 只要我坚持努力 我一定会找到 跟我自同道合的人 一定会有更多人 喜欢我的安利产品 即便是现在 我跟我的先生 在这个事业上 已经有了一点点 小小的成就 或许有些人认为说 我们已经有了一点点 小小的成功 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过去 是这么的频繁 透过了安利这个事业 我实现了我很多的梦想 所以我希望能够把 这样美好的机会 可以分享给更多的人 我的安利事业 是从桃园开始的 现在当然我在桃园 有一个算是还不错的 一个事业基础 那么因为我的先生 当时选择安利这个事业 就是希望能够兼顾到 住在彰化的爸爸妈妈 所以其实我们 从结婚之后 我们就有三天 一定会住在彰化 那么也就是这样子 我们的安利事业 在中区开始 点点滴滴的展开来了 我们现在在彰化的园林 有一个一百多人 甚至有两百多人 上课的教室 现在在台北 在台中 在斗六 在台南 都有我们自己的聚会地点 我相信我以后 可以带着更多的伙伴 建立更多的据点 这是我们在彰化的教室 这一路上 当然我要非常的感恩 首先我要感恩我的先生 因为当时 若不是他智慧的选择 今天这一切都不可能会发生 我也感恩我的老师跟师母 这一路上他们点点滴滴 对我的教导 他们让我看见了 人生选择在不同的机会点上努力 结果竟然有这么大的差别 我感恩 我最要感恩的 当然是我的母亲 我感恩她年轻时候的勇敢 守护着这个家 现在她虽然已经老了 病了 但是我觉得我变得更坚强了 因为我必须要变得更强大 才能够照顾她 而且我告诉我自己 我要让我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 让我的生命更能够发光更发热 当然 如果台上的各位朋友 假设你也像20年前我们一样 没有任何的条件 没有能力 但是你内心是渴望成功 渴望改变的 我自己觉得 我们那些不够的部分 就是上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就是因为没有 才觉得拥有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能力很差 所以把自己变得坚强 变得强大 是多么的重要 真的 我也要感谢我的父亲 因为当时如果没有他 我今天可能不知道 要选择一个正确男的条件是什么 我才会遇到了我的先生 所以一路走来 我发现 人生所有的不顺遂 是上天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如果你愿意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选择一条你真正希望的人生 勇往直前 我相信有一天 你也可能跟我一样 实现你人生的梦想 祝福大家